巴黎岛是印度尼西亚的一个热门旅游目的地 位于爪哇岛东部的巴黎海峡上 这个小岛以其壮丽的自然风光 独特的文化和丰富的旅游体验而闻名于世 不论您是寻找冒险 放松还是探索当地文化 巴黎岛都能满足您的需求 巴黎岛拥有许多美丽的海滩 清澈的海水和金黄色的沙滩是享受阳光和海滩生活的理想地点 例如库塔海滩是巴黎岛最著名的海滩之一 这里拥有绝佳的冲浪条件和丰富的水上活动 圣努拉海滩则以其迷人的珊瑚礁和多样的海洋生物而闻名 这里是浮潜和深海潜水的理想场所 除了海滩 巴黎岛还拥有壮丽的自然风光 乌布地区的稻田和绿色山丘是庇游之地 这里的风景如丝如画 阿东地区的布渡阁火山是巴黎岛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登上火山顶可以俯瞰到壮丽的日出景色 巴黎岛还有许多瀑布和自然温泉等自然景点 供游客放松身心 巴黎岛不仅拥有美丽的自然风光 还有丰富的文化遗产 巴东地区的乌布皇宫是巴黎岛最重要的宫殿之一 展示了当地传统建筑风格和艺术品 巴黎岛的宗教信仰对当地居民来说非常重要 每个村庄都有壮丽的寺庙 如乌鲁瓦图寺庙和巴东寺庙 此外 巴黎岛还以其独特的舞蹈和音乐表演来闻名 如巴黎舞蹈和卡棚舞 除了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 巴黎岛还提供各种丰富多样的旅游体验 您可以参加烹饪课程 学习制作当地美食 或参加瑜伽课程 放松身心 对于冒险爱好者来说 巴黎岛还提供激动人心的活动 如白水漂流 潜水和峡谷攀岩 此外 巴黎岛还拥有豪华的度假村和水寮中心 为游客提供文美的放松和休闲环境 巴黎岛的美食也是一个不容错过的亮点 当地的美食以其独特的风味和新鲜的食材而闻名 如巴尔海鲜 烤猪肉和烧烤鸡肉串 您还可以品尝当地的特色饮料 如巴黎岛咖啡和水果汁 总结来说 巴黎岛是一个充满美丽景色 丰富文化和令人兴奋的旅游目的地 不论您是寻求冒险 放松还是探索当地文化 巴黎岛都能够满足您的需求 无论是欣赏壮丽的海滩景色 还是探索神秘的寺庙和传统艺术 巴黎岛都将给您留下难忘的回忆 这个小岛的魅力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只有亲身体验才能真正感受到它的独特之处